Hello 我是Dr. Jenny 讓我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知識 什麼是膳食纖維? 膳食纖維是人體健康所需的七大營養素之一 膳食纖維是一種沒有辦法給人體消化的淡水化合物 但它可以對人體健康帶來好處 尤其是長度 膳食纖維的主要來源是蔬菜、水果、菊類、豆類等 世界衛生組織WHO都建議我們一天服用25至30克的膳食纖維 即大約五份的蔬菜和水果 一份蔬果的份量我們可以用一個拳頭的大小作為標準 例如一個蘋果、一條香蕉、一杯西蘭花、兩條蘿蔔、一條甜椒等等 膳食纖維的主要功能是促進長度的健康 保持規律的長度軟動、舒緩便秘、減少縮便 除此之外 膳食纖維都能夠幫助我們控制體重 出盡新陳代謝、燃燒熱量、跳脂血糖和膽固醇等等 長期攝取足夠的膳食纖維 都能夠幫助我們預防長度的疾病 例如痔瘡、大腸激躁症、大腸癌等等 等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